寄养家庭提供遭受不当照顾的儿哨一个温暖的家 花莲家福中心11号是在明师傅餐厅 举办了花莲家福寄养家庭受证典礼 颁发奖状以及服务证聘书给47户的寄养家庭 同时举办了新春餐会 肯定寄养家庭在照顾工作的辛劳付出 也期盼有更多的家庭愿意打开家门来守护儿哨 让孩子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家庭寄养服务为儿哨提供暂时性的家庭替代照顾 安排县市政府审核认可寄养受过专业训练的家庭 待原生家庭状况排除后 且具充足的预备 再行协助儿哨安全返家 花莲家福中心11日在明师傅餐厅 举办花莲家福寄养家庭受证典礼 办法奖状及服务聘书给47户寄养家庭 同时举行新春餐会 花莲省府社会处特别感谢三户退出寄养家庭 长达14至18年的无悔付出 支持寄养服务 对感动就是小朋友他刚来我们家 就是还在学讲话 然后有一天他就突然叫我妈妈妈妈这样子 对然后就觉得 我突然间那个真的就是感动涌上心头这样子 然后所以一直待他将近一年的时间 然后他要返家的时候 其实我是很舍不得 但是心里又觉得说 对起码就是说他的家庭就是说 就是已经重建的说可以接他回去参加 然后我也觉得说我也应该要带着祝福 对就是让他能够顺利的回去这样子 81年的时候有接一个七音 然后他是后来就是透过正常我们花莲第一个 透过正常程序被收养的一个女婴 他现在目前还是有在跟我们联络 主要我们花莲家福中心是承接花莲县政府 寄养安置的服务业务 那每一年我们在过完年农历年之后 都会办一个新村餐会 那同时也县市政府的首长也会来颁证 我们的聘書然后要请我们的家庭成为我们的寄养家庭 目前我们的寄养家庭总共有47户 然后有53名孩子 那由于我们寄养家庭其实年纪慢慢的高龄化 那照顾的孩子其实所需要的付出的体能 付出的心力要更多 所以我们也一直在呼吁有更多的民众 如果有意愿可以加入我们寄养家庭的行列 47户的寄养家庭透过专业训练 花莲县府审核通过 而县府每年投入至少2000万元经费 让寄养家庭更充裕照顾孩子 112年度起调高寄养生活费 儿童约每月25000元 少年约每月28000元 或是特殊或生障孩子 每月增加2800多元 针对照顾未满两岁幼儿另外增加4100多元 并提供家庭喘息服务 到宅亲职指导 抒压课程及健康检查等支持措施 期盼让寄养家庭照顾更安心 有后盾 有更多家庭愿意打开家门守护儿哨 介绍长邦彦简安相报导